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的频道,我是雷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2023年的流行色,粉色 那不仅是高阶品牌,还是快时尚的连锁品牌 都陆陆续推出了很多粉色的单品 那今年的粉色呢,不仅极限于非常少女的淡粉色 还延伸到了比较亮的,荧光的这种粉色 所以呢,选择性呢,还是蛮广泛的 但是呢,要把这个粉色穿在身上 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加上一定的搭配功力的 那如果说你不太喜欢把这么显眼的粉色穿在身上 你可以从哪些细小的单品去着手粉色 能够让你离今年的2023年流行色粉色更加近呢 那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的视频内容吧 那纵观我的衣橱呢,其实粉色的衣服呢 真的不是很多,但是呢,我刚来日本 我现在生活在日本,来日本的时候 对日本的罗里塔风真的是非常着迷 所以那时候其实买衣服的风格 不管是平时穿的这种衣服 还是那时候也买了几件罗里塔风的这种裙子啊 连衣裙都是买粉色为主的 但是后来呢,生了宝宝之后 穿衣风呢,有一些改变 习惯那种比较休闲,oversize风 然后呢,颜色呢,虽然也会选择一些比较亮的 但是呢,粉色这种可爱的设计呢 应该是很少有入了 那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从以前一直到最近 购入的一些粉色单品 那其中衣服真的很少 大部分呢,都是我们平时用的一些小的东西 或者说是一些小的装饰品 那赶快来看一看吧 那第一件粉色单品呢 就是我现在上升的这件来自于 优衣库加基础款系列 100%纯棉的衬衫 那它呢,是一个材质比较薄的 适合于春夏穿 那当时买它呢,就是因为 觉得自己衣橱里边这种白色的啊 黑色的衬衫,还有牛仔衬衫太多了 就想买一件比较特别一点的 所以就入了它 那粉色的衬衫呢 它是不管是男生穿呢 还是女生穿都能够达到 让我感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效果吧 那在搭配上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难 像这种淡粉色呢 你搭配白色的啊 还有黑色的啊 灰色的啊 或者牛仔风的外套呢 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不必往复杂里想 就用那种纯的那种基础色 去做搭配就可以了 那还有呢 像这种粉色衬衫呢 在选择上呢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议 那就是尽量选择这种 比较淡的这种粉色 深的这种美粉色啊 其实真的不太建议选择 因为很难搭配 而且呢 就穿了呢 容易皮肤呢 显得比较容易黄或者说黑 像这种淡粉色呢 我觉得 只要你不是皮肤特别特别黑的话呢 一般呢 都能够适合我们所有人的肤色 也是不错的选择啊 那第二件粉色单品呢 也是一件衣服 那相信看过我之前 2022年秋冬 优衣国和Marnie联名馆系的当中呢 应该有出现过这件衣服 就是 就是一个粉色和绿色拼接的一件马甲 那这件衣服呢 当时呢 我也出过一个穿搭视频 如果感兴趣 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绿色和粉色相拼 所以呢 其实在穿搭上呢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那最简单就是 白色或者是黑色去做搭配 就是把它穿在里边 穿作我们的像内搭一样 然后穿这件马甲 或者呢 就选择它上面的颜色 像我这件粉色衬衫 就可以和它直接做 非常好的搭配 毫无违和感 也是不错的 然后对了 关于这件马甲呢 因为它出了三个配色 我陆陆续续呢 通过它一些 什么降价什么的 我把三件呢 都买了 然后呢 也经历了很多 特别的一些过程 那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之后呢 会出一期有关 这件马甲三个颜色 它的一个穿搭视频 以及我的一个 购买的一些特殊经历 那如果感兴趣朋友 一定要记得到时候收看哦 那粉色的衣服呢 就分享到这里 我本来也不是特别多 就拿出来两件比较典型的 那接下来都是一些 粉色的一些视频啊 或者说是一些小的单品 我觉得也可以作为一个点缀 让我们更加赶上 今年2023年的流行色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结合刚才的一个马甲 当时呢 它也出了很多很多颜色的袜子 那当时就买了 这个粉色系的 那它呢 当时就是配对的嘛 就这两双是一起的 那它其实也不是 纯正的粉色吧 是有点像我们那种 就是三文鱼的这种颜色 有点偏橘的这种粉色 当时呢 就这两个 一个是格纹的这个 这个呢 其实也没有粉色 它就是红色 咖啡色 以及蓝色 黄色搭配的 那我当时其实觉得 这个蛮可爱的 那它呢 不管就是你穿那种 就是比较久分裤 把它露出来一点 或者说穿一些凉鞋 把它就是配袜子穿的 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 蛮可爱的 那如果说 你不想在衣服上 做一些粉色搭配的 你可以在袜子上 做一些文章 然后呢 凸显出就是粉色的 一个亮点 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接下一个粉色单品呢 就是 登登 粉红色的 来自于扇模式家的 一个保温杯 那当时呢 就是因为 生好宝宝之后 然后有时候带它出去 玩逛街的时候呢 可能因为 万一找不到热水 就冲不了奶粉嘛 然后特地去买了一个 保温杯 还是蛮方便的 当时呢 就挑了这个粉色的 非常非常的可爱 那下一个粉色单品就是 登登 粉色的小手帕啦 那它是一个爱心的 那日本女生呢 真的非常喜欢用手帕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在包包里面 放一块小手帕 才体现你的一个 精致的生活 我也是来日本之后呢 就是习惯这个 出门一定要戴手帕 这样习惯 在国内其实我们一般 都喜欢戴一包小的 餐巾尺 这样子感觉 但是日本人呢 还是比较喜欢戴这种 小的这种小毛巾啊 或者手帕 而且在日本的 百货商店里面呢 尤其是夏季 冬季打折的时候呢 这种小手帕呢 是卖的最好的 因为它很多 它有分很多品牌 不光是就没有品牌 还有有品牌的 都可以做各种各样的选择嘛 那如果说 你不想买那种 就是比较大牌的这种包包啊 它都有坐在手帕上 我觉得也是 非常好入手的一个单品 那我也买了很多条 各种各样品牌都有 然后呢 我这条呢 就是是一个 就是包包的品牌 一个美国的 一个包包的品牌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 当时觉得是一个爱心 超级可爱 那它是有红色 然后粉色 淡粉色组合而成的 我觉得很可爱 然后呢 就是那种很厚实的毛巾 你有时候出门 现在有了宝宝嘛 有时候给它擦一擦脸啊 或者说是 它玩得脏了 洗洗手擦擦手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 所以呢 你在就是打折的时候 多囤几块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下一个粉色单品呢 还是一个比较大件的 是一个粉色的包包 那我之前有出过一期 我的粉色包包系列分享 因为那段时间 不管是衣服啊 还是包包 可能喜欢粉色比较多一点 就会入很多粉色的东西 那当中就有出现过 这个是LV家的一个 比较有名的贝壳包 是漆皮材质的 那现在应该 这个包已经退流行了 应该有点实在的眼泪了 那这个包我还是蛮喜欢的 偶尔呢也会背一下 虽然没有以前背的多了 那它这个就是 还绑了一个袋子 也是有种粉紫色的感觉 我真的觉得非常可爱 它是一个小号 它还有个大号 我觉得小号 因为可以写背嘛 比较方便一点 偶尔呢还会去背背它的 一个比较亮的这种粉色呢 尽量选择它的包型呢 是比较小的 如果说大包的话呢 一个亮粉色呢 可能你当下很喜欢 但是呢可能过了很久 退流行了 或者说是用了就是几个月来 你可能就不会喜欢 它就有点看腻了 所以呢如果说 你想要买粉色系的包包 或者其他亮色系的包包呢 建议呢往小里买 这样的话呢 你的使用率会更加高 你的使用时间会更加长 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建议哦 那分享过了粉色的衣服 粉色的包包 粉色的袜子 当然少不了粉色的鞋子啦 那之前其实也买过 各种各样的粉色的鞋子 那今天正好 想和大家分享其中一双 那就是 来自于透子的 粉色的痘痘鞋 那这双鞋子 其实我买好之后 真的是很久以前 五六年七八年 是在日本的一个奥特莱斯 当时想买一双痘痘鞋 然后呢有我的尺码的话呢 就只有这个颜色 觉得也蛮可爱 就把它买下来 是一个脏粉色吧 还是属于在粉色系当中 比较百搭的一双鞋子 但是呢 其实买好之后呢 我回来 就是它的一个穿着率呢 并不是很高 因为我觉得 它是一个比较 就是细长的鞋子嘛 对于我这个 比较魁梧的这种身形 好像不是特别搭 所以呢 就我平时很少穿它 那而且上脚呢 也没有想象到 那么的舒服吧 所以其实平时 一直就是放在家里的 下面就是这种痘痘的 就把它叫做痘痘鞋 希望我以后 能够找到什么 比较好的搭配 去穿它吧 那说到粉色鞋子的 一个选择上呢 我也有些小小的经验吧 就觉得像那种亮粉色的呢 你可以选择这种运动鞋 像这种老爹鞋 比较夸张这种鞋型 那如果说 你想要选择一些 比较方便的平底鞋 或者高跟鞋什么呢 尽量选择这种淡粉色 或者说是刚才一样 那种脏粉色 这样的话 你的使用率 或者搭配率 可能会更高一点哦 那接下来分享几个 粉色的这种小单品 就是平时你在生活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一些 生活类的用品嘛 那第一个呢 是一个Hello Kitty 大家猜一下它是什么 之前有和大家 应该有分享过一次 它其实呢 是一个零钱包 你可以装其他小东西 都可以 就是这样的 非常立体的一个 其实是很软的这种 不是很硬的 而且非常轻 它这样打开了 头这边打开了之后 里面就可以装零钱 当然你可以装 其他的首饰啊 什么的 也是非常不错的 还除了其他什么 痘痘龙啊 什么Mickey啊 就各种各样造型 就根据你自己喜欢 当时就觉得 这个非常可爱 而且还有一个 非常深粉色的 这种蝴蝶结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爱 就每天用它的时候呢 就会特别的 心情特别好 然后呢 就是这个 也是之前和大家 分享过的 琳娜贝尔 这次呢 就是之前去 迪士尼海洋公园 然后呢 就买的一个 就是这个小礼物嘛 当时我其实就买了 这一个 它是一个 后面有个别 真的就你挂在包包上面 也是一个粉色的小装饰 真的和我今天这一身 非常搭呢 下一个粉色单品呢 就是这对靠枕的粉色啦 那这个之前 应该有和大家分享过 是来自于优衣库 和Poy and Jill 联名系列当中 出的一个小抱枕 那当时呢 它出了 好像有这个粉色 白色 还出了个什么颜色 我不太记得了 然后呢 我觉得 因为它其实是很小的 它不是我们一般 用的大的尺寸 是一个非常迷你的 所以呢 我就买了两个 这样的话 你放椅子上呢 就比较会好看一点 那这个呢 就是它经典的 这种菊花的这种图案 白色的和粉色的 那接下来分享一个 粉色的首饰 那就是 叹叹 橘色的盒子 来自于爱马仕的 一个pop h系列的项链 这款呢 真的是非常难买 我也等了很久 因为一直没有入货嘛 然后呢 我当时就想 不管它是来大号的 还是迷你号的 我都会选择入 然后呢 颜色也没有特别要求嘛 然后当时 它入了之后呢 有一个白色的 配银的链子 然后呢 这个呢 是粉色配金的链子 我就果断的选择了这个 因为它很小嘛 那我想白色 可能不是很凸显 觉得粉色呢 更可爱一点 就选择了它 就是这样一个 真的非常非常可爱 虽然它很小 其实你戴在脖子上呢 还是有一定的存在感 我觉得也是非常可爱 你夏天的时候 不管是配一些低领的衣服 还是配T恤上 把它录在外面的 也都是非常可爱的 那关于这套链呢 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相信如果说 买过的朋友呢 一定知道的 只不过呢 想和大家再分享一下吧 就因为它的链子呢 就是不是那种纯金的 或者说是那种18K金的 所以呢 其实你戴久了 或者说出汗的话呢 很容易变黑 所以呢 一般呢 就是大部分人 其实都会选择 自己家里 就是比较那种 好的这种项链的链子 就是纯金的 或者说18K金的 然后代替它的链子 因为这个其实 这个吊坠呢 其实是不太容易氧化的 但是链子呢 很容易氧化 建议呢 大家选择好的链子 然后配上去 也是非常搭的 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窍门吧 那接下来一个生活用品呢 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收纳 平常会用到的东西 那就是 相信大家看到 这个形状就知道 来自于宜家的一个 非常基础款的一个 收纳这种手提的篮子 那它其实每年呢 都会出不一样的颜色 那我那时候呢 买的呢 就是这个粉色 相信大家看到粉色 应该知道 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现在最近还有没有出 有出什么颜色 我不是特别容易 因为很久没有矿宜家了 那这个呢 其实用途真的非常多 你就是把喜欢的东西 放进去 一般的就是 我们家呢 我是把它用来放零食的 那你也可以把它放化妆品啊 或者说是 一些小小的平时 就是随手拿的这种 穿的这种小衣服啊 什么的 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有个提手嘛 你可以随随地放好之后拎过去 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这个粉色 真的和今天很搭哦 那最后一个非常粉色单品呢 就是我们现在每天 每个人都会用到的 就是 登登 口罩啦 那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显脸型的 就是会让整部脸型 就线条显得比较好的 一个形状 因为我们刚开始戴这种口罩 是这种长方形的嘛 后来其实应该通过很多进化 就出了很多的形状 然后呢 最近日本呢 比较流行的是这个形状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可能镜头里面 看不出它是粉色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淡 就比我这个衣服 还要淡的这种粉色 就放在一起 大家可能觉得 它是一个比较偏米白色的 这种粉色吧 真的非常非常可爱 所以呢 如果说你就是厌倦 这种白色的口罩呢 去选择这种彩色的口罩呢 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 2023年流行色粉色 我的一些单品的分享啦 那希望能够给你在 粉色购物清单上 有一些帮助和小小的参考吧 那如果说你不太愿意 在粉色的衣服上做文章 或者说去做搭配的话呢 可以选择我们生活当中 一些小东西 小杂货 或者小配饰去做文章 也能够让你离 2023年流行色粉色 更加近一点哦 好 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内容 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那我的视频内容 会继续分享更多 我在穿搭方面的感想 我的游衣裤系列 还有我的雷看日本系列 那如果喜欢我的风格 喜欢我的品德 记得订阅哦 好 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 每天好心情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